人人平安 让我们每天花一点时间来思想主的话语 让神的话语成我们心里的力量 我们今天来看路加福音18章的9到14节 耶稣向那些仗着自己是义人 藐视别人的设一个比喻 说有两个人上殿里去祷告 一个是法利赛人 一个是瑞利 法利赛人站着自言自语的祷告说 神啊我感谢你 我不像别人勒索不义兼淫 也不像这个瑞利 我一个礼拜进食两次 凡我所得的都捐上十分之一 那瑞利远远的站着 连举目望天也不敢 只垂着胸说 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 我告诉你们 这人回家去比那人倒算为义了 因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 自卑的必升为高 耶稣在说完寡妇 求这个不义的观的比喻之后 那又对仗着自己是义人 藐视别人的说了一个比喻 那先说明 祷告不可灰心 接着再说明 何为神所喜悦的祷告态度 那么上殿里去祷告 在当时犹太人的圣殿 每天献早晚祭 那么在外院 也有两次公岛的例行聚会 那么并且呢 个人可以随时在圣殿里面撕倒 而法利赛人 他是在当时犹太教中最严谨的教派 他们以他们高度圣洁的生活自夸 那么以对神的敬钱 以及圣经的知识来自夸 而相对于法利赛人的就是税吏 税吏是那时候替罗马政府 向犹太同胞征收税款的人 所以对于犹太人来说 会觉得他们是叛徒 然后又一方面欺压同胞 一方面又中饱私囊 所以素来被一般犹太人所鄙视 所以耶稣先用法利赛人 以及税吏 这两个在犹太人心目当中 这个地位差距很大的两种人 来去比喻 那从这个法利赛人的祷告当中 我们可以听出来 他觉得自己好得不得了 因为他既遵守律法 然后又过着在表面上面 看起来圣洁的生活 但是这个法利赛人 他也在祷告当中显出了 他总是看见别人的不是 因为他说我不像别人 甚至于连远远的站在 他附近的那个税吏 他也不放过 就是也要说补一句说 也不像这个税吏 但是耶稣却点出法利赛人的问题 说他们洗净背盘的外面 他让外在的行为看起来很好 但却不洁净自己的内心 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 有的人诡诈得很漂亮 就是他把问题都隐藏得很好 那么有的人软弱得很明显 常常就因为一些错误而受到责罚 有的人真诚得很愚拙 也就是他实际上对人有真实的爱 看见人的困难 或是正在奔向错误的道路 就拼命地想要拉住他 但是因为没有计数的缘故 所以反而引来别人的讨厌 但有的人表面上很客气 但实际上对人却是很冷漠的 那么在耶稣说这个比喻的当中 我们需要学会的是 在生命里面真正的忧伤痛悔 对于这个法利塞人而言 虽然他在表面上他占据优势 但是他看不见自己的问题 隐藏在里面的污秽就不会被处理 那反观这个税吏 他知道自己的罪行 而他也有一个真实愿意悔改的心 所以我们就有理由相信 这个税吏回去之后 他会在行动上来呼应 他悔改的心做出真正的改变 而相对的 一个骄傲而不知道自己哪里有问题的人 其实他就没有机会真正的改变自己 所以在耶稣这个比喻 如果超越时间来去看的话 那么这个税吏 反而他在未来 他就有比这个法利塞人 生命更加清洁更加美好的一个可能 一个情况发生 所以对我们来说 我们需要认识 人看外貌 神看内心 而我们自己 我们所看的又是什么 我们是不是 能够真正的带着一个谦卑的心 真正的愿意 求成光照我们 看见在我们里面还有什么恶的没有 而不是去看见 好像觉得都是别人的问题 那让我们能够在 谦卑顺服的情况里面 能够得着生命真正的改变 那求成帮助我们 让我们透过今天耶稣所说的比喻 让我们真的知道 我们需要的是能够自己降悲 需要的是能够看见 自己生命当中的不足 看见神对我们生命的呼召 以至于我们能够 继续不断地让我们自己成长更新 祝福大家有美好的一天 谢谢大家